花年的糯米肠阿嬤推着摊车到离家一公里外 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在国小前 这是客人都知道的老地方 热心又热情 让她跟每个客人都变成好朋友 纯手工的糯米肠 换得又饱又满 大份量就是要让客人吃到满足 料好实在的大肠包小肠 甚至有客人愿从嘉义台南跑来回味 但今年初开始 因为阿嬤身体不舒服 就再也没出来摆摊 让客人很舍不得 没想到传出不幸的消息 19号家人找不到阿嬷 失踪了4天 23号在屋后的储藏室冰柜里 发现阿嬷遗体 疑似是身体状况不好 就病轻生 阿嬷当时疑似服药后 自行爬进冰柜 这个冰柜不大 零下低温 阿嬷全身结冰僵硬 身上还有棉被腰包 还留下现金1万9千元 疑似就是俗称的脚尾钱 家人低调 心情沉重 不想多说 贪子充满人情味 摊位旁总是多百张椅子 就是希望客人坐下来聊聊天 传统的家乡味 阿嬷给料总是不手软 酸菜一大匙的给 还有小孩最爱的冰淇淋 只卖凤梨和芋头两种口味 抓住小朋友的心 阿嬷辛苦 拉拔4个孩子长大 失踪前曾跟亲戚说 要叮嘱孩子好好工作 事后想起来 可能是在交代后事 根据调查 警方初步排除他杀 但警方相宴后 还要再解剖 理清死因 借吴彩勋红军委 花脸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